大家好,我们今天介绍一下时间轴页面 首先我们进入到时间轴的页面 在这一个页面我们可以新增任务,添加备注 以及记录活动日志,查询相关的历史记录 当我们发送邀请给的供应商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它会自动的生成一个上上文件的任务 它会提示英文pending 当供应商接受邀请之后,英文pending就会消失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填写添加意见 比如我们要求提供更新的LOS报告 把我们填写之后 系统将会将邮件发送给供应商 值得提醒的是 当我们把所有的upload technical documents这样的任务给删除 或者是添加到历史之后 供应商将无法正常的去上传文件 需要我们手动添加 新增一个上传文件的任务 我们要填写分配给供应商的正确的邮箱地址 以及允许供应商上传文件 然后再点击保存 这样供应商才能够正常上传文件 在我们添加备注或者是记录活动日志的时候 系统都会允许我们从本地盘去上传一些文件 作为记录放在时间轴里面 我们可以填写相应的主题 然后进行一个保存 我们也可以运用social的功能 去快速地去找到相应的信息 比方说我查找力气 就会很快找到相应的记录 谢谢大家